韓近平議員 所以其實有講到說韓國瑜 他是一個很心思細膩的人 所以他也會去在乎韓粉的感受 他也會在乎你的感受 對 因為雖然我沒找他 可是他一旦答應對方 就是我們在黨內競爭的人的時候 對我就會形成很大的壓力 你要知道我那邊的選區 在桃園市平鎮龍潭區的話 如果韓國瑜市長 然後或者是 不管是嘉芬姐還是韓冰出動的話 那對我會真的形成很大的壓力 但是他一直把這個壓力給扛下來 他就婉拒婉拒 然後就沒有答應 當然我真的很感謝他 但是兩邊都沒有幫 因為他這樣子不會造成說 兩邊失去平衡這樣子 那當然選舉結果 後來我民調也輸3%就輸了 那但是我在這過程當中 聽到韓市長那邊傳來給我的消息 我自己心裡面會覺得點滴在心頭 我覺得蠻感動的 因為這樣子其實也是一種幫我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說 也要讓他難做人 因為畢竟他去年 不是四年前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是跟我們國民黨的黨內立委 在這樣子搭配的時候 多少都會有一些這個關係 會不好交代 所以政治就是這樣 政治可以無情一點 會不管你啦 然後但是也可以像這種 你在處理上有點美感 很細膩的巧思 所以強哥講這個故事 我早就聽羅志強講過了 我們兩個在聊天 他都會跟我分享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剛剛跟這個跟大家說的 韓國瑜這個私底下我們這一段故事 就知道說漢庭講的這個剛剛那一段 我真的覺得是真的與我心有七七言 這是重點啦 你是一個候選人 你當然一定要去找別人 現在在看網路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你們一定都會體察那種心情 你如果都不去拜訪人家的話 你要人家說啊 我說施政鋒明天就會來啦 侯漢庭下禮拜也會來幫我啦 但是他們兩個我從來沒有打電話 我也沒去施政鋒老師家裡 施老師你明天方不方便怎樣 就算他說明天不行 我會說下禮拜 但是我直接在網路上 這真的會對施政鋒和侯漢庭不禮貌 所以我才會講說 一個人你要主動去出擊 我也不要說我講話講得很含蓄啦 但是我只講說 侯友宜在這個黨內的整個狀況呢 你就要把你的以前的個性的那種 圓榮度啊你要去修一下 然後或者是你在這個跟幕僚和整個團隊 不要再封閉在以前你們新北市 打新北市長的這個選戰的這個狀況和規模 現在是打總統大選不一樣 你要靠的是各方人馬的幫忙 當年韓國瑜為什麼四年前可以喊出來 一隻穿雲劍千軍萬馬來相見 就是那種向心力跟凝聚力 他足夠讓人家感動 他喊出來的話會讓人家思考 會有一個願景 然後會一直想要跟隨他 會覺得說跟他是就是有情意的 有情有意 那我相信侯友宜不只是你的名字 讓人家覺得是你是重視重朋友的 那你在這個階段 你就更要展現你的魄力 和你自己主動積極跟人家 這個搞鬼的決心 我相信以前他當警察出身 這個已經對他來說不是難事啦 只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可以再多做一點 市長老師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我曾經經過一個老民進黨立委 說他以前在那個黑金大樓你知道嗎 樓上電鍋機啦 但是他覺得說他是一個可敬佩的對手 那其實如果站在我來講的話 我不會討厭他甚至某種程度 我也覺得還蠻喜歡他的 如果你說你看如果要繞英文啊 說不定你賴清德好啊 坦白講啦 但我不曉得因為綠營把他做一個人設是這個樣子嘛 但是因為中間這裡要有一個界面啦 比如說我當院長的時候 比如說要去借一個缺啊 你知道光是不是投票啦 我去喝酒就喝了三次啊 但是真正的要去的時候 我說那叫我秘書就說大家來喝交杯酒啊 哇那個俗辣竟然是去學校告我說上班時間在喝酒啊 你知道要有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再比較一下好了 以前宋審長要去拜會地方民進黨的那些頭人 那那些政治人物就是散嘛 結果呢他就去見他爸爸 然後他爸爸就打電話說 鳳姐 啊省長在這裡耶 啊你要怎麼樣 一定要乖乖的來嘛 同樣的我前一陣子就是幾年前 也在幫忙在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呢那個政治人物跟你講 絲老師你明天不要來了 因為蔡總統昨天來了 你知道就是要有一個這樣子的人 誰願意來幫侯市長來處理這些妹妹咬咬的 我覺得啊兄弟之間應該 我覺得侯市長應該是 韓市長應該好處理 就侯市長是不是他有點太拘謹了一點點啦 要有人說啊三百塊錢啦 不要這樣啦對不對 不然什麼大家在騎智會的時候 要怎麼賺錢你知道嗎 國民動作都不去啊 而且不要那麼自私化 但好像一定覺得要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怎樣的互動啦 先感謝一下蔬菜阿絲的斗內 他說各位來賓大家好 2020年的時候蔡英文的網軍 還有這個民調上面都是這個 整到這個賴清德 最後兩個人搭配選舉在合體之前 立的支持者有要蔡英文跟賴清德道歉嗎 賴有在跟蔡見面嗎 立的支持者不管他們呢是怎麼樣就會 死終投票所以就勝選了 藍的支持者支持獎理 所以現在還在計較 完全忘記了下架塔綠班是最大的目標 不管侯以前如何的歲月靜好至少他支持會反省會做事 總比其他三個人好吧 他雖然不喜歡侯有一單國家 為上先團結勝選再來算賬 也感謝虎口全四郎的這個斗內 他說國民黨要重返執政就要推出最強的候選人 所以現在侯郭涵誰最強請國民黨好好做民調好好做決定吧 我們還是在講其實現在看起來不太有可能會換猴啦 但是我等一下也會問漢婷就是關於民調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也會為大家來插播一下 就是在今天的挺猴大會 今天這個場子主要是北市的 就是國民黨的北市黨部他們所辦的 所以呢其實一邊就會有所有的要參選立委的 以及現任立委要進行連任的 他們會一起出席一一被唱名 然後呢被批上 就我們現在應該是我們目前看到這個畫面沒有錯嘛 那我可以稍微問一下這第五選區的人選有出爐了嗎 因為現在應該還停在第四選區 這應該是內湖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李彥秀有被唱名上去了 所以游淑慧現在是不是因為這樣還剛好他們兩位一起 但因為大家很關心的是 第五選區在本來我禮拜一收到這個round down的時候都還是空白的 我知道今天早上問了好幾位的這個要選立委的或是有些市議員 大家都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 第五選區到底要派誰出現 那今天有沒有可能會有一個意外 我到現在也不確定 如果昨天以韓國瑜講的tomorrow 或者是韓國瑜其實也不想要特別被戴帽子的話 是到底給注意的人一個軟釘子 沒有要派韓兵出來還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是直接跳到我看一下喔 好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就是羅志強 所以羅志強已經是第六選區的 而中正萬華在今天國民黨是沒有派出 也沒有要確定人選的 所以從剛剛的第四選區直接已經跳到第六選區 也就是我們剛剛聊到的羅志強強哥 那我們要不要先讓大家聽聽看強哥說的話呢 我們來聽聽看好不好 國民黨一致贏跟賣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跟我們所有的台北市我們的戰鬥同志 還有把我們熊哥 跟我們的那個大背長穩 跟我們所有台北的我們的戰鬥夥伴們說一聲 2024年總統要支持誰 侯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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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戰不是為國民黨打 也不是為侯友誼打 更不是為羅志強打 這一場戰是為誰打的 侯友誼 為我們自己打的對不對 過去這七年我們台灣的民主墮落 我們兩岸兵修戰違 我們的黑金橫行都是哪一個政黨搞的 民進黨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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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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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我們如果不能夠為台灣民主 贏回這個神聖的一戰 明年我們很可能 就會變成下一個烏克萊 明年我們就會讓民進黨 繼續阿拉伯專制 我們一定要守護台灣民主 守護這塊土地 請大家走投支持誰 郝佑民 我會讓國民黨共爆好不好 好 好 大家謝謝 謝謝 謝謝翔哥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台北市第七 好 您剛看到的是這個 在台北的第六選區 羅志強已經上台了 他也特別講到 就是要拉下來這個民進黨 然後呢 徐曉星來了 繼續來聽聽看 倒戰 徐曉星 倒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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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氣 正義 徐曉星要為人民爭議口氣 真死看淡 不符就幹的戰鬥精神 就是我們的徐曉星 今天的呢 場面非常的盛大 代表我們都做好 政黨輪替 國會部門的準備了 大家說對不對 可以 這幾年來 大家的生活 過得越來越辛苦 該是改變的時候了 到底誰可以告訴我 過去啊 我們連一個雞蛋 都可以缺這麼久 政府怎麼一點都不著急呢 我知道了 因為政府告訴我們說 怕什麼 只要雞蛋夠貴 你各位啊 去上街抗議的時候 就買不起啊 他們是這樣子想的 那我們之前啊 只要在網路上說 雞蛋太貴 就會有一堆網軍衝上來說 吃不起雞蛋 就不要吃啊 可是不吃到我們要吃什麼 難道要學民進黨 在性騷擾的事件上面吃飯 才可以嗎 不光是雞蛋貴喔 現在電價也越來越貴 房價也越來越貴 台灣什麼東西都越來越貴 只有政府的承諾最便宜 那重點你又不能罵 你一罵的你會不會 一大堆的網軍 哥布林率領 塔綠班全部出征 民進黨 塔綠班 哥布林 這個就叫做三位一體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怪獸與他們的產力 就是這樣子 以前啊 大家都想要去IBM上班 因為可以賺錢 現在大家才知道啊 要去IMB更好 因為呢 民進黨 民進黨 陳歐波 上下下下 跟詐騙集團 黑金 混在一起 民進黨的腰圍越來越寬 但人民的肚子卻越來越貶 大家說對不對啊 對 蔡英文當時說過一句話 感動很多人 他說如果政府沒有聽見 你們可以拍桌子 結果呢 結果你如果拍桌子 他就給你裝籠子 把人民當傻子 繼續敲盤子 當時投你的 都是沒有了一點珠子 不是真的沒有腦子 所以2024年的選舉 請各位齊心齊協力 讓他們搞清楚 誰才是老子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特別跟巧欣說 畢竟你今天缺席我們的節目 是為了要去這個現場 那我們都知道 每個人大約就是 一分鐘上下的時間 可以來稍微講一下 自己希望可以在上任之後 能夠達成什麼樣的目標 所以千萬把握黃金一分鐘 因為我們會直接轉播 所以你剛看出來有配而來 而且他用一些故事 把所有民進黨執政的問題 全部都串在一起 也感謝這個 關於我太長的暱稱縮短中 他的斗內 他說支持侯漢廷 只要侯韓廷 不要侯韓廷 非常感謝 我們拿這個侯漢廷的名字開玩笑 那也感謝阿三哥的斗內說 這一次他們全家集中投票的結果 完全沒有辦法集中 希望侯友宜市長 再努力一些 說出一些人民有感的政策 還是這樣熱情的站台 還有這一對 中華民國人民的 呼喚 希望他們家裡 下一次投票能夠 全部 十票完全集中 這樣才會有力量 加油 也感謝喜金耶的斗內說 巧心巧心得第一 還有阿三哥再度斗內說 要知道不參加選舉的人是最大的 再怎麼樣 侯市長 都一定要 不齒下問 感謝觀眾朋友的意見分享 對 剛剛看到那個場子呢 那我想先問一下漢廷 因為上次我曾經問過你 中正萬華這件事情 那中正萬華現在看起來 這個國民黨還是難產中 但是因為對方要PK的是 有一邊是吳佩義 有一邊是漁美人 到底誰才可以是騎兵 那如果這一次都還是缺席 還沒辦法選出人的話 這可能對接下來跑選舉的 那個人來說會越來越緊張 尤其離選舉時間越近 你要包含製作各種的 宣傳廣告組織地方 都是越來越困難的 最簡單比如說你的看板 或者是你的公車 其實那個版面可能很早 都已經被人家預定光了 所以越晚決定 那當然你的資源 是越來越有限的 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現在立刻決定 假設說真的假設是寒冰 或者說假設是一個全新的人 決定要參選 可是現在很多你要去做的 各種的廣告 各種的預算 你第一時間是沒有那麼多 經費可以來的 募集經費也是需要時間的 第二個 現在這些廣告 都是你現在就已經要去下訂單 對吧 因為我們以前選過議員都知道 即便是我們年底才要選舉 可是很多廣告的牌面 都已經是在年初或年中的時候 你就已經要先付預付款 可是年初的時候哪有錢呢 所以像我當時就貸款 所以當然越晚選舉的話 對於候選人本人來說 他的各種地方動員或者是造勢 當然是就比較不利的 那你說如果像是民眾黨 假設還要再推人的話 因為大部分本來就吃空氣票 或者你說像 那因為國民黨如果都是本來 就找地方上的既有議員的話 這部分的困難可能就會比較少 而且搞不好他們自己都已經 已經在做了 所以當然還是希望說 國民黨能夠推出一個 比較好的候選人 如果沒有候選人的話呢 那乾脆就是跟余美人談 畢竟他去年也算是半個籃 雖然以前是綠 但現在也叫半個籃 那就看國民黨 到底要怎麼樣來思量 不過我認為中正萬華全部都棄手 也確實是太可惜了 而是這麼多年來 竟然國民黨在中正萬華 沒有可以當立委的候選人 這也是挺奇特的 那我們只能夠為中正萬華 在地的國民黨籍議員 因為大家也都很好 為他們說一聲加油 希望能夠爭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那前面講到韓市長的小故事 像我也是心有七七焉 為什麼呢 因為像上一次公投的期間 我不是絕食嗎 絕食之後 雖然最後公投沒有成功 很遺憾 因為歲月靜好沒有成功 那後來韓市長就特別請我們 當時有在為公投奮鬥 包括絕食 然後還有像羅志強 然後還有其他楊之斗議員 就是有共同絕食的人 就一起吃飯 為什麼就是靠勞說 算是慰勞吧 慰勞說 我們這群年輕朋友 在公投期間都很努力 就大家一起吃吃飯 因為後來這個事情 有上新聞新聞有報 所以公開的可以講 也有拍照什麼的 那當時呢 這應該也可以講 當時我就問他說 請教韓市長 就是你對歲月靜好 這四個字怎麼看 當時歲月靜好 事情剛發生完了 我請教一下韓市長 你對歲月靜好 這四個字怎麼看 韓市長就說 你看現在我是一尊大佛 哈哈哈哈 就這樣 哈哈就過去了 所以當然 這充分說明了什麼呢 韓市長對我們後生晚輩 也是很照顧的 再來呢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那剛好韓市長呢 要做公益 就有台的有一個採訪行程 那韓市長也說 可以找這個侯漢廷啊 就一起有幸 就能夠一起來搭檔 來拍攝這個相關 做公益的相關活動 所以只能說呢 韓市長對我們後生晚輩 是很照顧 對吧 就是我也沒有受到 他什麼恩德 或者是其實沒有什麼 機緣跟聯絡 因為畢竟也是跨黨的 但是呢 對於這樣後生晚輩 還是多有照顧跟關懷之意 覺得非常的感謝 那剛才一聽靖平哥說 你看在他們初選的時候啊 對吧 就各種的一些情況啊 那大家都要幫忙啊 在這裡我也要說句心裡話 是什麼呢 就其實很多時候 國民黨好朋友 好朋友要初選啊 或者有各種事情啊 我也很想幫忙 但我沒辦法幫忙 為什麼 因為我是跨黨 你是幫忙 可玩者條款 對吧這個沒有啦 就是不方便啊 誰知道到時候 國民黨內部 會不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奇奇怪怪的條款 禁止非國民黨籍人士的站台助選 所以前段期間 他們都是想要幫忙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幫忙 侯喊停條款 應該是不會有 應該是不會有 太小咖 所以這邊呢開開玩笑 就是說呢 朋友之間 我們當然都樂於幫忙 但關鍵什麼 就是我們平時關係 就都不錯 所以自然而然想幫忙 那互相幫忙之間 自然而然啊 這個人場就能夠過來 所以當然 重新回到 就是所謂的 侯友宜的這個市長的態度 我也認為呢 侯友宜的幕僚也好 或是他的團隊 他過去有哪一些 這種溫暖的小故事 他過去有 時常在政壇之間 幫助過誰的這種小故事 那都應該要說出來 對 因為目前是我們不知道 但一定會有啊 你不可能從政十多年 沒有幫助過後進 這不太可能嘛 對一定會有一些 溫馨感人的小故事 你如何幫助別人 如何去提拔別人 或者如何呢 在某某政壇上 遇到誰有困難的時候 照顧過人家 幫助過人家選舉 那或者是曾經如何幫助過國民黨 這些事情 都應該要說出來 能夠化解 現在大家的一些 可能對你的不信任的這些問題 所以多宣傳自己所做的事情 也包含新北市的政績 都是好事 先感謝欣怡的斗內 欣怡說 韓國瑜要顧慮的是張榮衛吧 張榮衛在6月中 還在跟首富實質緊扣的力挺 全都是因為首富還沒有放棄吧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的支持 那另外也感謝何仙仙的斗內 但是他是除了歡迎我們 我們漢廷議員第二小時 其餘陪我們以外 他也要跟董哥說聲 請喝水 是 謝謝 大家好 是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位來賓 是我們的洪廷議員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你剛剛其實在上個小時 最後的時候 我們有播放 就是在這個台北市的 國民黨台北市黨部 他們所辦的挺候大會的活動 那董哥我就不禁要問一下了 就是這個台北市的第五選區 目前還是選區當中 那我剛剛是不是也談到說 因為對手是吳佩義跟余美人 我今天看到的巧克星 他私底下跟我們分享的是 他說余美人 據他聽說的 這個民調大概只有15% 所以還是很有可能 是回到藍綠對決的情況 所以藍一定要派出很強的戰將 那當然 他們現在還是守定寒兵 那其實 因為國民黨這裡有四個議員 有三個議員 曾經參加黨內出選 那黨內出選的民調 因為兩個民調太懸殊 所以現在就等於廢棄 讓黨中央來做決定 那如果徵召寒兵 當然其他三個候選人 比較沒有話講 他畢竟他是強將中的強將 那所以國民黨如果寒兵 又不願意的話 那他必須要找一個 就是讓其他三個候選人 覺得可以接受 比較心虎口無的 這個地方國民黨 一定要推出人 因為余美人我認識他太久 余美人是立的 百分之百是立的 那他跟藍營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四年前宋主義選總統 他去當他的發言人 他就搭上親民黨 那我們從過去認識他 以免是一邊一國連線 他以前上街頭抗議 我跟他是非常熟 也沒有因為政黨或色彩 或怎麼樣沒有 他是好朋友 那我們過去也常一塊在錄影 就是我過去也錄過他幾百場 就是算是非常熟的 但是畢竟政黨的理念 這個是就是說你關係到未來一個 一個方向 譬如說我講 昨天其實我覺得 最重大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把太北孤金 那些人贏到中列池 這個是何其神聖對不對 對 你在意義方言七十幾年 我們今天把你贏回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認同你 可是國民黨有一群立委都到現場 對 我有看到江啟臣拍下來的照片 是江啟臣海龍挖兵 那這種是最忠貞的不用講 在金門前線你看江啟臣那時候是 剛好碰到那時候第一次要選總統 那時候台海最兵凶戰危的時候 1995輪八月那個年代 等於說民國八十四年八十五年 那時候台海會長 江啟臣那時候就在那邊當挖兵 所以你只要去保護過這個國家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中華民國必須要被很多人保護 台北孤軍昨天來的時候 那大家那種大家都覺得 哇真是動容 國民黨的立委去了很多 民進黨一個都沒有 通通有邀請喔 民進黨認為說這個不是他們的事 認為過去包括古靈樓大戰 八二三這些什麼 都是國民黨跟共產黨在打仗 他們以前發言人在節目上這樣講 習家庭記不記得 那是國民黨跟共產黨打仗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這個仗 你這個國家怎麼保護下來 你哪來的台澎金嘛 對不對 這個我們金門人感受最強烈 那我覺得說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我們很多事情就可以看到 國民黨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即使這些不會有多少選票或什麼樣 但是我們應該給曾經保國為家的人 給他一個尊嚴 這是本來就該做的嘛 要不然別人憑什麼為這個國家而死 對不對 我講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今天看到了現在在台灣 我們現在在舉行了這個選舉 他裡面包括立委包括總統 他其實也是生死存亡之秋嘛 大家可以看到民進黨那個態度 這幾年 就像剛剛徐曉軒所講的 你連買雞蛋都搞成這樣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民進黨執政 台海兵兵站圍 民生凋敝 讓很多人跟不上物價 這是一個實情嘛 那如何去把民進黨給下架 這個當然就是要團結 不管你心裡有多少埋怨 或者不平 你在這一次你當然就要團結啊 所以你剛剛看國民黨這一場 很多人站出來的 看到昨天韓國瑜到 就是侯友宜到黃沐星黨部 這個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站出來的 你看趙趙剛昨天特地趕回來 他本來在國外 趕回來就說這一場一定要 所以就是說要讓大家感受到 那這次國民黨一定要大團結 那這個團結喔 當然今天台北市 就很多人覺得說 這個台北市當然是重中之重 那你剛剛提到的五選期 這個如果 國民黨因為黃李錦盧 他對外講 他這個選期搞定的話 有可能八鄉過海 國民黨要在八鄉過海不容易 但是大家要繼續努力 因為大家記得2008年 那時候大家也認為很不容易 結果 結果 打敗了王世堅 所以王世堅就去跳海 他說如果八鄉過海我就跳海 他只要去跳海 那時候流行的網路大家 都是應該到北海去賞奸團 奸餘嘛 那可以看到就是 那時候的氛圍就是 大家同著地一看 認為這是一個很不得了 為什麼2008年 有這樣的氛圍 因為貶加貪腐嘛 所以大家把那個氛圍看出來 貶加貪腐貪一家人 那現在蔡政府呢 蔡政府是所有 樁腳倚論分爭 花了錢比過去阿扁不亡都讓 那大家分了以後 可以看到人民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 所以我們很必須要很正待看這一場選舉 母雞 侯友宜 然後小雞當然是國民黨 的每一個立委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這樣的決心 就會有更多的人出來嘛 很多人講侯友宜民調低阿 厚宅怎麼樣 所以黨內就要先整合 大家也知道 在三個候選人裡面 侯友宜獲得國民黨 自己支持度最低嘛 那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 有人埋怨 有人不平 有人覺得你怎麼樣 那這些 你如果不出來的話 你就是拱手讓人 那給賴清德啦 不用講阿 對不對 下來的選證 簡直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短兵相接的地方嘛 你只要看 我們美利島的民調一看 柯文哲的票很多是來自郭董 將近一成 所以郭董的選民去投給他 他就吸胖了 那現在如果 選舉更接近的話 這些吸胖的東西 就會慢慢的回來慢慢的消紅 這是必然的 所以一定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很多人在講說 應該有什麼第三勢力 那個都講夠頭了 那個完全不了解選舉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場選舉 國民黨跟民進黨 國民黨有最正確的路線啊 我也不是國民黨黨員啊 國民黨有最正確的路線是什麼 兩岸要和平 你要靠什麼 兩岸和平要靠九二公司 要靠國民黨來執政才有辦法 為什麼夏立妍帶著 姚慶玲 去參加海峽論壇 台東的四家馬上可以消過去 這就是一個正面的意義 所以民進黨怕啦 民進黨出來罵 你這降低國格 降低什麼國格 陳其中你看看 現在台灣還有幾百項東西在大陸賣 你降了幾百個國格啊 如果照你的邏輯嘛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不只是中華民國保衛戰 而且是金馬台澎人民 要不要夠好日子 要不要讓自己生活 就是回復至少 大家能夠安居樂業的狀態 那難道還在讓民進黨 他們去貪腐嗎 所以這是必然要走的路 而且必然是大家的選擇 沒錯 我感謝一下觀眾朋友的抖內 感謝許愛知的抖內 以及Vincent黃的抖內 說董哥武安 董哥記得喝水 黃天議員 你剛剛聽到那個八仙過海的時候 抖了一下怎麼回事 第五選區不趕快派出來 不管就算你說什麼 因為美人民調也許目前還不高 可是藍營還是得派出一些戰將吧 否則吳佩義他老神在 再生是很有自信 我覺得正確的認知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台北市 要有可能八仙過海 坦白講我覺得這個機率是極低 因為畢竟他的選區裡面 他的過去的分布 我們過去就是四席嘛 那我們這次要拿八席的話 那他的策略又不一樣 但是這個時候有時候 就跟所謂的這個田丹賽馬一樣 就是說你到底要把你的資源 分配在哪個地方 對我來講 我覺得台北市守住六席 有很大的機會 但是我如果要去拼八席 我有可能會 我有可能在這裡面 不管是我的資源的分配 折衷的力道 這些部分 我覺得適度的該放手要放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的看法跟董哥 稍微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說 在第五選區的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潛在的選將 除了所謂空降的寒冰以外 他比較有這個機會 去成為一個最大公約數 那其他人都知道 在第五選區 我們可能在議員的這個部分裡面 彼此之間他的近合關係 比較難成為 團結的這樣的一股力量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倒覺得說 那我何妨不拿出來做交易算了 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跟董哥一樣的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總統救起來 在總統救起來 這件事情底下 所有事情對我來講 都是可以犧牲的 因為坦白講 對我來講 就算我們的立委沒辦法過半 就算我們的立委選了 亂七八糟 也比不上我們 把總統救起來重要 對 所以在這裡面的一個折衝裡面 我倒覺得說 假設如果從一個 在這個選區裡面 宇美人假設他就是拿到了 大概十幾%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而這個制度 如果黏著度非常非常強的話 那就可以是 那幾乎就可以等於什麼 已經很難去 就是說藍營的人很難獨立的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面當選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我倒覺得說 那我把這個選舉拿出來談 對不對 你柯文哲到底要不要跟我談 我們要談 我們就好好的認真談 在野聯盟 你要談可以 你不要像現在一樣片地烽火 你現在片地烽火 你只是讓什麼 你只是讓民進黨 減到便宜而已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適度的去把各個選區 大家我們來做盤點 在什麼樣的一個情況下 雙方有競爭合作的可能性 那對我來講 我不設限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執政權拿回來 不要再讓民進黨 繼續的執政下去 這件事情是相對重要 在這樣的一個大前提底下 我認為所有事情 都是有辦法去做討論 都是有辦法去做合作 跟競爭合作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假設 沒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型的政治人物 沒有一個空戰議題性很強 有辦法突破余美人那15% 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的時候 如果事已至此 那倒不如就直接把這一席 拿出去什麼 做交換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個折衷考量裡面 我倒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認知重點跟認知目標很重要 所以我倒覺得就是說 在現代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認真的去看國民黨 現在面臨到的處境 沒有像以前這麼優勢 沒有像以前這麼好打的時候 一昧地去求說我一定要怎麼選票 選區極大化 我一定要席次極大化 坦白講那個不是在操盤的 那不是在操盤的做法 那只是很爽的 那真正的狀況就是認真的去細算 哪一個席次現在是安全的 哪一個席次再加一點力就可以過去 哪一個席次以現在的結構裡面 非常難突破 那我們把我們僅存的力量守住 穩固住最好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總統候選人身上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比較務實的考量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前提裡面 沒有事情是不能談的 我覺得應該要抱持一個比較開放的心態 沒錯 感謝我們觀眾朋友我們的斗內 感謝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月香公主斗內 她說只要是我 她就小斗一下可以嗎 當然可以 非常歡迎也非常感謝 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的漢廷議員 我先好文共享好不好 我希望接下來我們常常在週末 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要看素材有沒有 那因為常常這個到了週末之後 蹄褲都會很干涸 所以希望在週末偶爾會出現像這種亮點 最近網友去翻出了一個舊的蔡英文的圖 並且大幅的在裡面說認同 好我們把時間一起倒回2015年的9月7號 蔡英文當時的發文 直接用梗圖寫台灣生病了 只有政黨輪替能夠治好 結果現在網路都說認同 因為現在台灣也真的生病了 甚至進ICU了好不好 生病的不是台灣人民 而是這個政府 要把這種病治好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政黨輪替 換一個有改革決心 有改革能力的政府 這種病自然就會好 那現在目前的政府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這個要披不披的台獨的衣服 穿穿脫脫的 賴清德昨天去了屏東 他去屏東 不只有屏東的信賴之友會 同樣他也確認屏東禮佛 在禮佛這個場子他居然喊出 台灣是民主宗教自由的國家 所以呢換句話說 我們也不能和沒有信仰的國家來統一 漢廷議員你怎麼解讀 你看賴清德現在為了選舉 都已經是神佛不盡鬼神不盡了 到了難得的親近佛門之地 還要再沾掌這些胡說八道的東西 希望呢聽在台下的人呢 能夠保持一片的親民啊對吧 就賴清德講什麼好不好 色籍是空那都是空那都是空 我們不要去聽他胡說八道 但是呢這個胡說八道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稍微來做一下波亂反正 你看他為了要掌握聲率的選票 鞏固三成到四成左右 所以呢他的什麼話題都往這個方向帶 理論上你參與一些宗教的活動 宗教的場合 你就講一講國泰民安啊 希望這個宗教能夠安定人心啊 然後未來呢我們也會保障 這個宗教在台灣的自由發展啊 那就這樣就好了 但是呢偏偏硬要去扯到兩岸 那難道不知道 台灣的諸多的神佛菩薩 都是從大陸過來的嗎 我們拜的很多都是中國神啊 第二個他說呢 不能跟這個沒有信仰的國家統一 那當然講的是指中國大陸啊 不過你如果要批大陸對宗教的打壓跟迫害 難道是忘記了民進黨在2017年 曾經要幹叫做封爐滅鄉的行動 導致了宗教團體全台各大廟宇上 凱道抗議的這件事情嗎 當時民進黨呢還說 哎呀你看這個一切都是中共的統戰行動啊 這背後都是中共的陰謀第五重隊 大家有沒有印象2017年的時候 就內政部環保署 然後呢還有民政局發公文到各大廟裡 公文裡面寫得很清楚 叫做以靈燃燒為目標 最後呢要禁止點香燒金 全面替代拜香及金紙 落實布燒作為 否則環保署就會有稽查開罰 我上面講的都是當初的公文原字句 所以真正在打壓宗教行為的 就是民進黨啊 民進黨2017年幹的事情 所以才會有各大廟宇要上街頭抗議 這就是內清德在幹的事情啊 那怎麼現在不提呢 還講說哇我們這個多麼的保護宗教 現在在各地要燒金紙啊什麼的 那都是有各式各樣的時間跟規模限制的 難道大家忘記了嗎 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民進黨任內在幹的事情 要推動所謂的點香滅金 最終呢要達到禁止點香燒金 那當然如果我們從民俗信仰來說 香與火本來呢就是在宗教當中 不僅是共品之一 也是要傳達陰陽兩界重要的媒介 所以民進黨這麼幹呢為什麼 大概是害怕 我們向上天禀告民進黨做很多的壞事 那麼如果我們要稍微來介紹一下 中國大陸的話 你看這個賴清德很顯然呢 也不知道大陸到底在做些什麼東西 都是道聽途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6條 就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而且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國家安全法第27條也規定 國家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和正常宗教活動 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 等等的 那當然賴清德想必呢也是不會去讀大陸的東西 也對大陸的東西都完全不了解 大陸頂多是說 黨員呢不能夠有宗教的信仰跟宗教的色彩 而且不能夠過度入迷跟沉迷 但一般老百姓 那仍然都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啊 大陸的佛事那麼多 你說西藏啊那個佛事那麼多 那難道有把那些佛事全部都拆光光嗎 沒有啊 大陸的這些廟宇那麼多 難道要把廟宇全部拆光光嗎 也沒有啊 那導師說在台灣 大家記不記得在台灣 在台灣有一座廟 因為升旗了五星旗 民進黨是不是就把它給拆掉了 對啊 那真正在拆廟的不是民進黨嗎 那民進黨有各種理由啊 你看它怎麼違建啊什麼 大陸以前拆一些佛像也是因為違反違建啊 那都是違建而已啊 所以最主要的 宗教我們還是以虔誠的心情 然後呢就是心平忌和 然後呢要這個要多有正面 多多的行善 要幫助世人 這才是最重要的 賴清德掌握大權 最重要的是 你有沒有利用你手中的大權 想為台灣的老百姓做出了什麼樣的功德的事情 結果沒有啊 你叫大家做功德 就你當選行政院長 大家是要你做功德 結果呢你讓大家低薪做功德 就你這個樣子 難道你還有所謂的功德可言嗎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在綠媒是看不到的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買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有多一份力量